欢迎收看今天的香港人物 今天为您介绍到的是梁振英 梁振英1954年8月12号出生于香港 疾患是山东危海 梁振英在1960年到1966年的时候 就读于香港的合力活道的警察小学 直接升读英皇书院 并且获得了警察部的五年奖学金 1974年毕业之后 远赴英国的布里斯托理工学院修读学士 1977年梁振英在毕业考试当中 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 从英国回到了香港 1970年代末 他经常到中国内地讲课 当时恰逢中国内地改革开放 梁振英在英皇书院同学会认识到的 陈子军大律师介绍他加入了四化会 26岁的梁振英 并加入到了1980年成立的 促进现代化专业人才协会 简称四化会 从1980年代初开始 当时还只有20多岁的梁振英 就已经在香港的政坛展露头角 20多岁的梁振英便参与到了 有关香港回归以及基本法的事项 在1988年 34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并且就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 42岁的时候 梁振英就已经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 和董建华一级 成为了香港首任特首的热门人选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当天 梁振英提出了要建议解决主权移交之后 界限接以北的土地虚约的问题 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认识到新界的地契年限 到1997年6月30号就已经届满的问题 因为当时在中国内地还没有私人的房地产 中国政府找到了梁振英 让他写意见书 后来成为了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的主要内容 此后几年 梁振英需要不断的到中国内地去讲课 而梁振英在中国内地讲课的时候也获得了多方的赏识 他的卖地的知识 对当时正大力发展地产的深圳还有上海来说尤其的有用 梁振英也相继的请他帮忙策划卖地 在1988年的时候 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就找到了梁振英 让他协助上海进行第一次卖地 上海特别派了一组人南下深圳来听取梁振英的意见 1988年的时候 中国修改宪法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有偿转让 上海率先开始卖地 梁振英建议公开招标 而且标书当中要有中英文兼备 上海市人民政府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同意了 让他和上海市的官员共同来起草 而在这个期间 梁振英又义务的帮助深圳来招标卖地 香港基本法咨询委会成立之前 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找到了不少亲中的组织来统战详谈 策划会也是其中之一 当时想找一个中英文兜流利又熟悉英国的人来做秘书长 结果新华社就相中了在英资大行工作的梁振英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 觉得梁振英在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的建议非常好 后来就找到了梁振英 邀请他加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梁振英因此成为了180名委员当中的一员 后来更是获选成为了19名职位当中的一个 在1996年的时候 安子介曾经公开的推许梁振英来当香港的第一届特首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 在1988年34岁的梁振英 便顶替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毛军年 出任了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 根据惯例 梁振英就单线的经上线叶国华与北京来取得联系 梁振英深受中方的器重 已故的前香港民主党的党编及支联会的主席司徒华 在他的回忆录《大江东去》当中提到梁振英是中共的地下党 曾经加入中共的香港学友社的前主席梁牧贤 也相信梁振英已经入党 而大律师李明柱也公开指梁振英是共产党的人 面对地下共党成员的质问 梁振英一直否认 前北京学运领袖王丹就引述 曾经负责中共地下党工作的前文汇报的总编辑 金瑶如的话指出 梁振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2012年3月28日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在梁振英的简历上冠以同志 并且在其中国机构以及领导人数据库内 将尚未上任的梁振英显示为行政长官 事件引发争议 此后人民网迅速删除了同志的称谓 并修正了梁振英的职位名称 梁振英对此重申自己并非中共党员 梁振英在当选行政长官后 有中国大陆的网名揶揄 他是香港的市委书记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 梁振英于6月5号在报章 刊登了署名声明 强烈的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 又向开天窗表达不满的文汇报 这一崇高的敬意 他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 沉痛的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错误 严重性很大 他感到悲哀 同时也感到无众 而在六四事件之后 时任上海书记的朱荣基 邀请梁振英所属的重粮行到上海开独资公司 深圳政府也向他招手 但是重粮行其他的英澳级的合作伙伴 没有兴趣计划告吹 眼见身户大好机会 梁振英于1993年的时候离开了重粮行自立门户 开设了梁振英测量师行 从东家聘来了一大批的老同事来帮忙 他的测量师行于1999年 跟新加坡以及英国的两间公司组合成为了代德粮行 他于2007年的时候 当上了新公司的亚太区的主席 而在2010年的时候 梁振英当时扬言诺贝尔和兵奖应该颁给邓小平 此话一出引发了争议 2011年梁振英辞去了 当任了12年的行政会的召集人一职 宣布参选行政长官 在2012年3月25号的时候 他获得了选举委员会689票 当选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四届行政长官 2012年6月21号的时候 梁振英辞去了中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等一些职务 2012年7月1号的时候 梁振英就任香港第四届行政长官 对于发展香港与深圳接壤的区域 梁振英于2012年6月13号的时候 以后任特首的身份接受了东方日报的专访 提及到了深圳和以南28平方公里的边境禁区 可以变成特区当中的特区 大陆人和外国人均可以免签证进入边界的禁区 享受各种服务包括金融商业法律 后来计划被指将新界东北地区割让给了深圳 变成双飞城或者是深圳的后华园 但梁振英极力否认 在2014年9月16号到12月15号期间 发生了以占领市区主要街道来争取普选的雨伞革命 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暴力冲突 梁振英下令警方平息结束占领运动 把警方放在了对抗示威者的最前线 借着亲政府及建制的警察工会 及鼓励建制社团挑拨警民关系 导致警民关系受到挑战 2016年12月9号梁振英召开记者会 宣布因为家庭原因而放弃连任 2017年3月13号 在中国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闭幕会上 当选为中国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卸任之后又被卷入到了利益冲突的遗云当中 在2017年9月份的时候 梁振英被揭发成为了两间以一带一路 及大湾区为名的公司的董事 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林卓廷认为 即使没有寿星或者分红 角色上仍然有利益冲突